大家好,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日的第二期节目,我们继续复盘,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好,我们从Football的周线图开始说起 那么这个图呢,我们一直希望它能够止低哈 但目前来看还没有 但好在还没有把这个最下面这个2.318这个低点跌铺哈 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 应该把周线图的陡峭趋势线画一画 那么接下来非常关键啊,必须要止跌了啊 不止跌,那就要创新低了 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咱甭管它为什么啊 我们说对新股的态度是什么来着 其实我们在牛市中啊,对新股的态度都是比较中性的啊 就是说悲观一点,中性偏悲观吧 在熊市中,你看这些新股年龄比较小的,那更惨,为啥 因为最重要的是技术交易者,他不愿意去做它 因为他的技术分析,你说在哪去找支撑呢 对不对 所以啊,新股就存,对技术交易者是一个难点 那么对于,呃,基本面的交易者 也就是所谓的价值,价值投资啊,啊,等等一些啊 这种基本面投资理论的那些投资者而言 他们在熊市中还投什么投啊 对吧,得在熊市的默契再慢慢弄 现在进入到默契了吗,还不确定 是吧,另外呢,他有什么价值啊,还不知道啊 不知道吧,嗯,好 这个在熊市中呢,呃,估值都会被打到原形啊 甚至超低啊,超卖的情况 在牛市中啊,都会说,哎,这个好,这个好 大家都去追啊,傻 熊市中,呃,大家还冷静一点 在牛市中,傻,傻人多 傻人有傻福吗 不啊,这个领域正强反 好,我们看一下日线啊 日线并没有给出右侧点位吧 嗯,我们把这个就干脆坏在最低点 这个,这个最低点这儿 日线区 再看看,是吧 嗯,给没给右侧 没给 我买这个右侧往这挑一挑 我们可以等待右侧啊 没给 好,我们看一下 DWAC啊,既然说到他就看一眼 不行啊,这个图不喜欢 不喜欢啊 那么日线图呢 日线图有点震荡啊,有点收敛 有像奇形的感觉啊 其实一些基金的多头啊 他就会去在这挂图吧 他去做多 跌下来就跑了 是吧 所以这图大家不要做啊 因为他有跳空 是吧 他万一他跳下来呢 或者跳上去呢 他不给你止损的机会 跳到更低 特别这让你去卖 麻烦啊 所以不要做 缺口太多的 不要做啊 因为涨了还好 那么你错反了方向 这套你 好,我们看一下迪士尼 周线 本周呢 是一根强势的银线啊 那么上两周呢 前两周呢 是带止跌K线的一种感觉啊 拼霸是吧 但是呢 他属于对这波下跌波浪的 的一个内包啊 从月线上看 这应该是一根大银线 这是一个内包棒啊 但是内包棒呢 还需要更强势的阳线 才能往上走 是吧 去突破这些高点 那么现在呢 还属于内包的过程中 那么按照周线的理论呢 这持续下跌 对吧 这三根已经下落了哈 尽管本周啊 有点小下影线 但是呢 还不足以形成 强势止跌信号的一种感觉哈 所以我们应该等待吧 在周线图上 那么在日线上呢 我们一直强调 等待右侧吧 这就是啊 他上不去 你看 拉 拉升 回落 拉升 哎 干脆就下来吧 所以有人说这 你看这 下 上 下 上 这不五浪了吗 五浪有啥用啊 这还有五浪的 继续来 来一波 是吧 所以 也有可能有用啊 也有可能没用 还等待右侧更有用 我们看一下 近期比较热的 CRM 热吗 这图 有网友问过哈 本周是一个创新低的大音线 能踩底吗 不能啊 不能 我们之前啊 以这个图为例啊 说过客战财势行啊 上涨 是吧 所以我们在牛市中呢 没有去踩顶 在熊市中应该去踩底吗 很显然不能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你说 有人说这又是下跌了五浪了 一二三四五 这应该有反弹吧 有有可能啊 但反弹像这种情况也有啊 弱势反弹 然后就是吧 所以还是等右侧吧 所以等右侧就晚了呀 那也不能太早吧 是不是 哎 其实我也特别希望超到几点啊 就是那个最终的那个点 是吧 我也特别想 但我就是告诉大家 我没那个能力啊 你不管是做ETF 还是做一些加杠杆的东西 你要都是按照概率啊 加杠杆领域更明显啊 那么在我们的非杠杆领域 股票基金领域 你只能真正要抓一个 抓一个准确的低点 或者准确的卖点 是比较难的 是比较难的 而且你不敢一下子的重仓满仓去做 所以大家还是要悠着点 我们看一下CCL的周线 CCL的周线呢 是一个双重顶的一个结构 或者是一个洗盘结构吧 拉升 拒绝上涨 反弹测试上不去 直接就开始洗盘了 所以我们多次提醒 应该做减仓或离场的处理 同时呢 在日线头上画一个下跌趋势线 我们最底下的支撑区域 有可能再去测试一下啊 注意下跌趋势线的右侧 也不一定能支撑住啊 我们已经发现过多种图啊 就是再去创新低 有没有可能 有啊 为什么 一切皆有可能 好 我们看一下BRK给人的一个启发 周线 本周周线是一个强势的吞没形态啊 吞没掉前几个K线 什么叫吞没 也不能说叫吞没吧 反正就是首先拒绝创新高 其次创这几个K线的低点 这就是一种吞没的这种感觉啊 好 那这样的话 不能看涨了啊 那么这个W还有效吗 有效 目前还是有效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 这个横线支撑区的一个表现啊 目前还不能说没效啊 为什么 他毕竟把景线突破上去了吧 那有没有可能回落油啊 所以我们不断话处理很关键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呢 不断话处理应该强调过了吧 同时我们啊 在前两天复盘 说加一根下跌趋势线 跟一下 他有可能跌回到景线下方 也就是说此轮的上涨结束了 我们对他过多乐观的预期呢 只是预期而已 并不是实际情况 是吧 预期可以预期 但趋势线破位还要走 好 什么时候再做多呢 下跌趋势线止跌 咱们再考虑 日线图MCD啊 已经形成了死差 所以呢 不能过于的乐观 好的 我们看一下波音的周线图 波音周线图明显触及到 阻力区阻力区了哈 下跌大趋势线压着呢 难怪这个BRK也出现这种情况哈 所以这些图共振了哈 那这个图呢 应该做减仓的处理 或者离场 我们看一下日线 实际上我们对日线的一个预期呢 是这根趋势线对吧 包括这个平行通道 对吧 他还有这下跌趋势线多重阻力 还有这个横向阻力区 对吧 你看越来往上这个阻力区越读啊 密集的震荡 所以这样的话 你应该离场 不要去猜突破了 好吧 我们看本周 对这根上涨趋势线下破 反弹测试 两根带上一线的阴线哈 只要再来一根阴线 就更缺热了哈 下方MCD是死差 要洗盘了啊 好 这是波音 好 我们看一下金融股 AXP 美国运通 周线 嗯 他也下落了哈 这个AXP 好像是巴菲克投资的一支啊 有一些参头 有一些小投资吧 对他来说他也停顿了啊 所以应该离场 说他万一涨上去呢 我们看一下日线 不行啊 日线已经落下来了 比较横盘了哈 所以不值得去做 嗯 我们看一下木头节的这个指标呢 ARK呢 又开始来说他了 ARK本周是根阴线啊 不妙啊 那么上周有点冒奸的感觉 但是没有持续性啊 没有持续的给出阳线啊 给出阴线吞没掉上 上一周的低点了 这样的话应该乐观吗 答案是不应该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不应该啊 不应该 他乐观的话应该往上走啊 但他没有往上走 首先周一周二暴跌 其次周三都是没有强劲反弹 周五呢 又是阴线啊 那这样的话 需要重新等待更强势的阳线 说木头姐 前两天还在批评 美联储犯了严重的错误 是吧 那好的时候你都成神了 你点没说 那个美联储让我成了神 犯了错误呢 所以极端的好就会有极端的坏哈 那问题在哪呢 好的时候没有 就好就收啊 中国有句什么话 叫叫什么来着 功成身退 你不退啊 该退不退啊 很多人都是这样 闭着眼睛赚钱的时代 不退 结果打回原形啊 那么这样的案例很多啊 大到一些国家 小到一些行业或者企业 再到微观的个人啊 都有这种情况 特别是一些老板啊 比如说 一些做房地产的公司的老板啊 中国这边啊 他们早就知道 这个中国要转型了啊 房地产啊 就一直退退退 终于啊 这个清完了资产了 大家差不多了 变成现金了啊 或者变成其他的这种 呃 现金农家物了 然后呢 就开始乱投资啊 投到各种领域 哪知道啊 遍地都是那资产 所以 这过去一二十年 积累积累的房地产 那这个利润啊 红脸 打了水瓢了啊 所以这种案例非常多 这就是什么 不熟悉的标的啊 或者行业 你非得要乱投 是吧 他也不懂技术分析 是吧 其他行业 他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样啊 比如说那可以投 他就投 投了教育 咔嚓 教育给你砍掉了 是不是 投了医疗 医疗给你压价 是吧 你怎么办 除非你弄了口罩什么的啊 所以 也有运气好的 对吧 口罩你也要瞬间 那个 获利了结啊 否则的话 你就麻烦了 包括核酸检测的 对吧 现在停了吧 几乎要停止了 所以 特别是那个 怎么说呢 等大家在狂热的时候 你就要离 你就要离场了 狂热的时候就要离场 不狂热的时候 都已经晚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再回到木头姐说 等你成神的时候 我没没没看到你出来说啊 美联储你不能这样宽松了 你再宽松的话 我都吃不消了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声音啊 人家稍微紧缩一点 这利率才4%多 5%都不到的 至于吗 那么历史上还有百分之十几的时候呢 是吧 甚至更高 也没人说啥 所以啊 这个人呢 一切啊 一切都是自己啊 对外在世界的感知 和于自己最终的一个选择 归根结底 还是自己有没有去做好更好的选择 大家说有没有道理 好 呃 我们从现实回到K线图上 那么K线图就是人生啊 就是这家公司的命运 大家看到没 这个基金就是这家公司的命运 这个命运呢 就是他们的团队的认知 体现出来的 是吧 好 这就是 那么跟BRK相比 这就是命运啊 这就是认知 BRK的命运 看到吧 人家多康低 对不对 所以 能够被几十年成神才算神 只有短短一两年就想成神 难啊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啊 所以那些辉煌的房地产商们啊 一旦 进入到其他领域 他就知道啊 他啥都不是啊 大家想一想 那就跟炒股是一样的 那这不就是国家的红利 人口的红利 推动了一下而已 丈母娘给把房子给弄起来 但是 真正到其他的行业里 那他 认知就比较低了 人家原有的这个 早就有护城河了 是吧 这个参与者 市场参与者 好 我们回到股票啊 说到这个个股 其实都是一样的命运啊 我们看一下 APPS 这个图的周线图 我们感受到的是什么 感受到的是 他的下跌趋势线 被突破回踩了 对吧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过很多股 回踩 踩到哪 还不清楚 是吧 所以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地方 波动化处理 这里有一种突破回踩 洗盘那种感觉 但是也有双重顶的感觉 这就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 我们看一下日线 按照陡峭的不断化处理 实际上第一时间是在这儿啊 那么双重测试 然后洗盘 那么洗盘我们应该怎么办来着 应该加一个线啊 示意一下 就告诉我们应该在右侧 再去找机会 是吧 好 这是apps 我们看一下亚马逊 说到这些大旗啊 能够活几十年的都不错了 上百年的就更难了啊 这个行业的更替呢 也是说不准啊 说不准 因为木头姐或许哪一天就火了 因为她投资是一些超前的领域啊 但一些传统领域的互联网行业 就不好说了啊 我们看一下亚马逊 说这个经济 这个消费者信心是有了 它是真有了吗 还是假有了 我不清楚啊 也许美国啊 就是整体信息还是很强啊 但是啊 我看到的都是一些 这个公司要裁员优化呀 还有这个 盈利性变差的这种现象啊 有可能老百姓啊 就是韭菜啊 就是什么呢 凡事呢 他们都是滞后的去感受到 对吧 好 我们不管啊 那对亚马逊来说 他也算是一个零售行业啊 啊 或者是一个科技类的吧 还有很多领域 细分领域 他都参与了 那对这个图来说 有点悲观啊 本周是根阴线 而且比较阴 那这样的话不能去看多 那么下方的支撑区在哪呢 因为这是个密集的博弈区啊 所以这里磨叠了一段 有没有可能爆点 有啊 有 有 好吧 所以这个 我们说互联网革命啊 还能有吗 我觉得比较难了啊 已经过了 已经到了高潮期后期了 或者是已经到了新的一个阶段了 就是说衰落了 物极必反 这是事物的常态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呢 好像有点要拒绝跌的感觉哈 不过呢 我们还是等待这个下跌圈的右侧 再去看 好 我们看一下苹果 苹果的周线图 本周是一个吞没的大阴线啊 但也不要急 应该等待阳线出现就可以了 现在给了吗 还没有 我们感受一下宏观的视野 我们把这些线都删掉 重新感受一下 如果再重新画这个趋势线的话 你会怎么画呢 我们会多画几条试一下 这是一条陡峭的 那这样的话跌到这会比较稳妥 腰斩一下 跌到七八十 现在140吧 跌到七十八十的 这是一种可能性哈 有人说不行 这样的话也不行 这个点这么画呢 所以对得多画画不同的触点 这样的话好像好一点啊 乐观一点 那跌到110一带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 我们看一下横向的阻力区 最高 这是个支撑 我们先画一下 有没有可能阵阵阵 出到这啊 130 这样的话还算比较好的啊 所以我们的底线就出来了 我们这一轮的底线呢 就是第二个横线 如果跌破的话 那就往下看 是吧 对吧 这个位置算是一个 顶多跌到100了 是不是 因为时间 又往右推移的话 除非它直勾勾的下跌啊 那直勾勾下跌也有好处 趋势线比较明显 横向的话就比较有点 磨磨人啊 就横向斜过来 所以这两根趋势线 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啊 到底会怎样啊 也不清楚 所以中间这个支撑区比较关键啊 整体上呢 有一种头肩顶的感觉 有一种 它至少要 如果真的是头肩顶 至少要走到等距离的位置啊 是吧 是107一带 那么走两倍的话 就走到下边了 到80到70一带 好吧 这是比较悲观的情形 我们看一下它近期的一个趋势小 近期就这了 不能过于乐观啊 因为本周这根阴线过强 我们看一下日线 好 那有刚才那种认知 那种分析之后呢 大家可以重新再画一画线啊 这些线都应该调整一下了 对吧 按照刚才的画法 这个是陡峭的 其实已经死亡之稳了 对吧 其实周线比较好画 因为日线你要找出点 那就更远了 所以按照周线来吧 日线呢 就是等待下跌区间的右侧 和这个近期的支撑区在这 是吧 不能跌破 跌破的话就往下看了 看等距离的位置 等待反弹就行了 对吧 等距离 往下等距离在哪啊 最低可以在这啊 那就跟特斯拉差不多的话 特斯拉也要跌到这附近 是吧 好 这就是苹果可能的走势 不乐观啊 我们看一下航空行业 航空行业经历了几年的洗礼之后啊 都比较那什么啊 好在这个外国都提前解放了啊 那这样的话解封了啊 那这样的话 呃 他也没走出特别强的牛市了 还在洗 说为什么呢 咱们也不知道啊 可能就是人家就不喜欢投这个领域 觉得高风险 是吧 高风险啊 那什么时候涨啊 没涨呢 大家应该继续等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日线呢 没有涨的意思 可晚上走了几十 又弄下来了 那这样的话 就继续往下看 看到12块5 或者更低 11块5 嗯 好 那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情况了啊 我们周一的时候再见了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